人气YouTuber蔡阿嘎李贝婚后遇有两子 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家庭生活日常 日前李贝在现实动态开启问答环节与粉丝互动 有网友崩溃直言 最近幼儿园肠病感冒肆虐 让许多家长都心机胆战 对此李贝坦言 鉴于蔡桃贵一连发烧两天 而且还多次呕吐 让他不禁感叹直呼 自己换床单 换到超厌室 索性大儿子只是发烧 并非得了肠病或是感冒 目前也已经康复了 开始活蹦乱跳 接着李贝也透露 医生有特别提醒他 要注意现在的流行病毒 并且注意孩子们身体状况 此外有粉丝向李贝哭诉 自己的孩子都不爱喝奶 李贝也表示次子菜宝呢 已经咽奶五个月了 自己喂孩子吃副食品 也需要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以自己的经验安慰粉丝表示 这些日子终究会过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